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 树莲研究为您呈现了 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内容 是火星炭的这个东西 就是有些客户买回去 它用不了 就是你在买之前 一定要辨别一些数据 例如说第一 它的宽度是多少 这个数据我们都有 就是这个直径有多少 能不能放进去 你可以自己拿一个 这个东西 去丈量一下这个宽度 一般推荐你拿个纸剪一下 把这个尺寸剪出来 放下去能不能放得下去 你看我们这个 然后我这是有线程的东西 你看是放不下去的 你要目测量一下 够不够大 放不不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你看我这插进去 插到底 我按住这里 然后我再 我再这样子比划一下 你看这里还有大概四五厘米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下水管 放下去 例如说到这里 只有这么一点点 就是低于小于四五厘米 你放这个就有可能 用不了 就有可能 因为这个加上以后 它会默认增长四五厘米 那么你原来如果小于四五厘米 就会顶到它 你就用不了 就这两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放不放得下 第二点 第二个点 就是会不会顶到 这个两个东西 你看到OK了 那么你就能用 就这些细节 别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拜拜 拜拜 好